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咒所周知 大型SUV车型越来越多的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无论是其霸气的外形 还是其超大的内部空间 因此许多汽车品牌都陆续推出自己的SUV车型 尤其是像本田、丰田这样的日汽车 更是成为各个品牌中的佼佼者 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并不是日系SUV 而是一款正经的欧系SUV科雷奥 从外观上来看 这款科雷奥给人一种流畅又紧致的感觉 即使有着4.67米的车身长度 1.84米的车身宽度和1.68米的高度 也没有一点有种混测的感觉 并且这个水寸比CRV还要大 稳重大气的同时又不是优雅 在内置方面 这款科雷奥并没有延续 传统的欧系SUV车型的控制特点 而是采用整体简洁大方的方式的同时 在细小部位的处理更加的精致 就比如中控台的显示器与各个控制按钮 都设计得非常精美 整体的布局明朗又细腻 相比于传统风格显得更加时尚 再说说动力方面 这款科雷奥分为标配和高配两款车型 前者配备的是标准的2.0升的发动机 后者更是配备大排量的2.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运转功率大 马力十足 加速时间短 跑起来非常有劲 目前科雷奥这款SUV的市场报价仅仅16万年期 相比于同样控制的其他品牌的SUV车型 这个价位真的是一点也不算高